欢迎收看新闻360 带您360度掌握时事焦点 我是主持人钱一君 带您关心全球物价持续上涨 其中可以看到美国近半年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是一路往上爬 其中4月份的月增率更是大增0.8% 高于市场预期 另外4月的个人消费支出 以及核心PCE物价指数的月增都有0.6% 这都显示了这波物价涨势 已经蔓延到民生物资的价格上 进而引发外界对于通货膨胀的疑虑 虽然美国联准会主席鲍尔宣称还不会缩紧货币政策 但是联准会20日公布的4月会议记录上 副主席克拉里已经松口了 他说要针对缩表的时间进行协商 那么可以看到因应去年武汉肺炎的疫情重创了美国经济 联准会开始了购债等等的扩表措施 目的就是在刺激市场的信心 而这次的缩表意味着要收回这些资金的投入 逐渐减少购债的规模 但联准会连讨论的时间点都还没有出炉 大家就已经开始担心了 市场会不会出现缩表恐慌的现象 进而影响美股表现 带您看我们的分析报道 会有缩表的问题是因为2008年时候发生金融海啸 那时候的美国联准会他当时推出了所谓的QE 也就是量化宽松货币政策 主要措施就是引钞票买债券 其实他主要的目的就是让市场有更大量的资金就经济 但是这个会让整个联准会他的资产无限大的膨胀 各国的股市在金融海啸之后 包括台湾都已经创伤了历史新高了 大家会担心会有资产泡沫化的问题 所以才会有所谓的要缩减资产负债表 也就是要缩减资产的规模 就会衍生到说为什么会有缩表的恐慌或恐惧呢 一旦如果美国的QE他工程升退 股市的这个支撑力道 是不是也会面临资金消退的状况 那所以说这会造成大家在市场在投资方面 情绪上的一个恐慌 再从过去市场经营2013年的时候 当时原准会有相关的宣布 大家也是会有紧张的情绪造成股市的下跌 对于这个台湾有什么影响呢 过去外资向来操作都是一直喊高喊高 然后突然外资就会跑掉 但是今年或是去年却没有这样的状况 今年跟去年台股我们都知道 创了万七的历史新高 但是其实外资大多时间都是还处于卖超的状态 也就是说现在的外资资金 他是比较聪明在操作台股 他不会去整个追高 然后再去杀低 那最近我们看到外资有买进 也是因为台股之前 因为疫情关系跌到一万五千多点的时候 他在回补 他还是会看整个市场的基本面 好的谢谢孟伦 再接着带您看到 其实照理来说通膨上升的压力下 美股应该会利空下跌 但是美股30日四大指数全都收涨 似乎是没有受到通膨的影响 外界就认为美国就算真的开始实施缩表 资金也会是逐年慢慢退出 不过反观中国就不像美国这么老神在在了 由于他们担心通膨膨胀会恶化 中国政府就祭出了多项抑制物价的政策 包括管制大宗商品的价格 暂时放宽限制措施等等 但这些动作都还是舒缓不了原物料上涨的压力 华尔街日报就报导中国的工厂已经开始对客户提价 更形容这是25年来第一次遇到这种暴涨的情况 对此中国人行仍然坚持 预估今年的CPI是升幅温和 还屡次强调目前没有收紧货币政策的打算 但是中国工厂的提价将会加剧全球物价的涨势 从总统的现象看起来目前通膨好像对中国的影响是比较大的 为什么会这样 带您看后续报道 为什么这个中国面对这通膨的怪兽 它的压力会变得比较大呢 那是因为中国它对于商品的定价权已经逐渐的失去了 我们都知道中国它 过去它优势就是整个生产劳动成本它是比较低的 可是现在整个情况已经大所不同了 加上它现在面临的通膨的问题 它是来自于原物料的价格不断的提高 它的通膨压力就越大 比如说像纸的问题来讲的话 中国它的纸价上面它价格上涨了 但是它下游的价格却没有办法去消化承担 物价就像个压力锅一样 这也是为什么美国面对通膨问题 没有向中国来的压力如此大 好的回到棚内 可以看到同样是面临通膨压力 美国跟中国的反应却是两样情 而产业结构在中间就扮演了关键的角色 市场预估老神在在的美国联准会 很可能要到8月底 全国央行年会的时间点公布后 缩表的相关讯息才会逐渐明朗化 然而美国联准会去年实施扩张的力道 比2013年要大很多 预计这一波的缩表对市场的冲击也会更大 那么这会不会造成外资大举撤出台股 外界就认为这还是要回到台股的基本面 是否能够维持强劲的表现 而美国联准会缩张的下一步 恐怕就是要开始升息的讯号 到时大量外资将回到美国本土市场 后续又将牵动什么样的全球经济现象 值得后续关注 针对这个议题 如果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们 新闻360我们下次再会 等一下先别急着关掉 提醒您记得按赞订阅 开启小铃铛锁定更多新闻议题